請注意 此影片含粗俗用語 不適宜同及宜打爛人士觀看 此影片絕非廣告 自費的屌理 無論是因為收到閘 不是那麼好吃的月餅 再拍有點難看 還是整個月餅一日三餐 吃到厭都未見底 又或者純粹貪玩都好 好奇 有沒有些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upgrade 月餅得來 又不用分開督蓮蓉和食蛋黃 搞一大爛餐才變到身 所以我就開始想啦 這個世界有蓮蓉月 都有蓮蓉包 有奶黃月 都有奶黃包 拿一隻饅頭夾來吃都好正路呀 夾雙黃蓮蓉月的Exactly就是蛋黃蓮蓉包的味道 夾奶黃月那隻 當然就是奶黃包的味道 味道一點問題都沒有 只是月餅比起本身蒸包的餡料挺身一點 吃起來口感有點不同 沒那麼滑身之餘 有點太乾 還有我懶得片手去 放進月餅皮的味道和質地都有些角眼 好像有義脈亂入了蒸包的意思 我猜夾了月餅下饅頭才一起拿去蒸 讓餅皮軟一點應該會好吃少少 見蓮蓉月和奶黃月都出過斑蘭味 試下塗斑蘭芥蕉醬下去 看看夾不夾到 這樣夾法整壇東西塞一點 除了口感好很多 味道更好夾 當堂不覺得自己在吃月餅 反而像新口味的包 尤其是斑蘭和蓮蓉的味道可以說是絕配來 一點都不得押之餘 兩者的味道都升級 奶黃和斑蘭都做到朋友 不過都是夾蓮蓉的那隻斑蘭味香一點 表現出色一點 比起饅頭 很多人都和芳包熟一點 拿來夾包對大家來說應該方便一點 做Research的下 見過肉鬆蓮蓉蛋黃酥 又有奶黃肉鬆餅 試下把肉鬆放進去才夾 剁碎了月餅 想著可以當醬地塗 但是月餅皮散沙沙沙之外 這隻奶黃魚還好嫩乾 剁碎濕濕的 加上乾真真的肉鬆夾起來 還沒放進口 已經跌到整個大騎樓都是 肉鬆和這兩款月餅的味道都合得來 只是怕掉出來的那些碎 其實都蠻好吃 不過一份餡料流到我吃的三文字 怎麼都不算成功 我就試下擠一些BB沙律醬 放著餡料 作為肉鬆最好的朋友 沙律醬加肉鬆當然好吃 但是味道太霸道 整份打入口 只吃到沙律醬加肉鬆味 放完放剁 才放到月餅的味道出來 兩坦的味道完全拆開了之外 加上一點分都加不到 好 只是味道的 沒有沙律醬那份好吃很多 要再試的話 我就會走沙律醬 就這樣拿肉鬆和月餅來夾飛碟 解決流餡這個問題 不過拿麵包和饅頭給的 可能因為傳統印象的關係 口感上都是饅頭和月餅夾些 每一隻 以前都見到抹茶味的月餅 夾蛋糕這個組合 就拿這隻抹茶味的蒸蛋糕來試 見碰碎的月餅沒有好下場 今次一塊塊搭上去就算 蛋糕有忌廉會好吃些 不知道忌廉和月餅又夾不夾的呢 本身以為這樣組法 奶黃那件會好吃些 誰知原來抹茶和蓮蓉比較好 雖然吃起來沒有班蘭加蓮蓉這個配搭 那麼有驚喜 但是抹茶味和蓮蓉味 撞在一起 兩邊都有加成 大家都香了 抹茶和奶黃都叫可以共處 不過味道就沒多出奇了 忌廉味和月餅味同時出現不是不行 不過就沒有upgrade了月餅的感覺 可能我用了蒸蛋糕 特別濃又特別濕 和實實正正的月餅加起來 九不達八感 口感計的 完全分開了月餅和忌廉蛋糕兩坦的 只是同時放進口的意思 暫時看 都是夾饅頭的質地最合理 不只是因為剛做定真的夾 柚子味的月餅都算常見 拆一隻碌油拿水果夾月餅 好像太激進 所以我只是拆了柚子麥來試 常知道脆膨膨的口感和月餅夾不夾 今次就用梳打餅來逼 底面兩塊餅都塗滿柚子麥 放一些切片的月餅上去之後 夾起就吃得 剛剛那幾隻味都和蓮蓉夾些 今次反過來 奶黃和柚子麥的味道可以完全融合在一起 又沒說誰搶了誰風頭 柚子味和蓮蓉味不是說夾不夾 不過就沒upgrade了一口月餅的感覺 預了它一咬就會清醒 吃起會很餓 可能因為柚子麥夠黏 又落得夠重手 咬一粒月餅都沒掉出來 不過質地上 梳打餅和月餅都是兩樣東西來 兩邊都沒說好吃了 究竟有沒有哪樣東西可以夾得過饅頭的呢 作為麻薯粉絲 一路都嫌市面上的麻薯月餅 夠麻薯太細粒 那就不如自己加啦 找不到嫌醒軟粒粒沒有餡的麻薯 所以自己拆了鮮奶麻薯出來 不過沒有跟食譜 靠感覺亂糕地拌 還要懶得用微波爐燈 夠麻薯本身可以再好吃些 份量做法我就不在這裡說了 我手頭那兩隻月餅都是硬正那種 質地不可以說跟麻薯好夾 只是這樣夾出來 麻薯粉絲一定很開心的意思 覺得月餅本身夠甜 所以麻薯我特地沒放糖 放下去只是有淡淡奶味 至於麻薯不放糖這點是拆了的 因為貪心夾了好大粒下去 月餅本身的甜味不夠做 整坦東西吃落根本就不夠味 如果你是麻薯粉絲 本身有個好正的麻薯食譜 不用減糖地做出來 搭落月餅一起吃 又或者減三次貼 現成買的麻薯下去 都叫可以一戰 但是對麻薯沒什麼感覺的話 我就會勸你不要亂搞這麼多東西了 要數食物界公廁 開心果、紫薯、抹茶都算新仔 芝士就真的始早了 那又怎可以不預算呢 我湯到月餅扁扁扁 再放了些不濃味的白身Pizza芝士碎上去 一份倒入Air Fryer 另一份就拿去叮 叮那份只是叮了30秒就變成這樣 可能因為蓮蓉魚隻蛋黃多油 叮完整塊好像炸開了 熱鍋之後兩邊月餅的確香了、軟了 但是計上蓋芝士的 整件事真的有些狗不搭白 不知做什麼 一點都不推介你們 拿去氣炸那份 兩隻月餅浸皮都香了、脆了 撞上面那層焗香了的芝士到 質地和味道都配過丁我份很多 硬給的奶黃和芝士配些 但是兩邊都只可以說是有趣的深口味 不算是有驚喜的絕配來 如果那麼勤力開得焗爐或者氣炸鍋的 就這樣對夠月餅進去就可以了 包芝士我們都是收回一把 不知你們記不記得 N年前曾經很流行 拿些酥皮包著湯圓去氣炸 不知拿來包月餅炸出來又是怎樣的 見酥皮怪 手抓餅很多時本身都有鹹味 我就試試拿這隻淡味一點的印度煎餅來包 它拆出來一塊塊硬滑滑滑的 我攤到它屈倒 但是還是凍冰冰的狀態就開始包了 肺乳是逐隻鍊 我排好些月餅粒 再搭另一塊餅上去 介造一塊塊之後 拿起稠稠黏在爆口位就算 排了落氣炸鍋 跟著一半茶蛋漿一半沒有茶 就放進去 因為包得太吃 出來大部分都是爆開了 有沒有茶蛋漿吃起來都差不多 只是沒有茶一堆 放進口那一刻 感覺質地很爽 想偷懶的不塗都沒什麼所謂 快煎餅本身質地酥酥脆脆 同時又黏得緊月餅 沒有那種跟月餅質地融合不到的感覺 加上整塊東西 屢屢外屢都熱鬧 裡面的月餅比起常溫吃香口很多 整件事好像吃著什麼鬆鬆感 一點維和感都沒有 口感贏過夾饅頭 不止九條街 唯一後悔的是 我應該同時夾些斑蘭醬 到蓮蓉那邊 柚子蜜蜜 到奶黃那邊 這樣做簡直是可以拿去寫食譜的好吃味 總括來說 我覺得質地上用煎餅包第一 想方便的就夾饅頭 要加味給去的 蓮蓉就加斑蘭或者抹茶 奶黃加柚子味就沒死了 如果你還有很多月餅吃到醃 又不想搞那麼多東西清掉它 不妨趁早捐備一些回收月餅的機構 不少屋院商場或者店舖 都有參與類似的活動 要捐其實很方便 那就不用擺到發細毛 丟落垃圾桶 嘻嘻 是 來吧